离高考报志愿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很多人学习了半天 可还是一一头雾水 这有可能是学习方法不对 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那么如何快速掌握报志愿的精髓 帮孩子报出一个好志愿呢 这期视频告诉你 无论是学习报志愿 还是最终帮孩子报志愿 必须先对这几件事有所了解 大学规则专业方法和技巧 那么这几件事有没有一个轻重缓急 要不要突出一个重点呢 如果抓住了重点 我们的学习效率是不是更快 有人说规则很重要 你看我跟你学习了很多规则 觉得很有用 没错规则的确重要 也有人说填报的方法和技巧很重要 充文宝的梯度设置要合理 冷热温的专业排序也要恰当 这个也没错 但是如果让我给自己的孩子报志愿 按照重要程度 我会是这个排序 专业 规则 大学 最后是填报的方法和技巧 我来说说我的理由 来我们坐下说 专业跟人一辈子 考大学的目的不是上某一所大学 而是要深入学习某一个领域的知识 孩子一记傍身成家立业 不正是父母最大的期盼吗 所以不要唱高调 选错专业毕业找不到工作在家啃老 你就别说人家毕业能自食其力的孩子限时物质 我觉得老百姓家庭限时物质点挺好 选专业表面上看是家长从700多个专业目录里帮孩子选几个专业方向 好像很容易 我手里面是2015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裂大典 里面有1481个职业 近几年又增加了一些 总数是1500多个 我们来共同思考一下 考大学选专业 真的是一道简单的连线题吗 近几年这里边有相当多的职业正在消失或被替代 再过4年6年8年 等你的孩子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后 这里边的职业还能剩下多少我不知道 淘宝改变了购物 微信改变了社交 抖音改变了娱乐 疫情改变了上班模式 这个世界变得太快太快了 高考报志愿就是在考家长 你以为是在考你能不能弄懂规则吗 不是的 是在考你对这个社会发展 对未来预判的一个认知水平 你现在的认知水平很可能就决定了10年20年后 你孩子的社会阶层 有人说你这个人又在这制造焦虑 我只能说这个焦虑真的不是我制造的 这个焦虑深深埋在很多家长的心里 我只是替大家说出来而已 咱们很多家长是自己做点生意的 也有很多是农村的 你们自己说 无论是搞个个体实体经济还是种地 这个变化有多大 店铺档口开在最好的地段也不一定赚钱了 种地现在都是无人机满天飞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帮孩子学好专业才是王道才最难 规则要认真学彻底学会 学不会也要学 你没有选择 除非你花钱请人保 大学相对比比较好学 因为清晰明了 985 211双一流公办民办独立学院中外合作 有排名有特色专业 虽然是三千零一十二所 但是你需要重点了解的最多也就是三人所以内 这个不难 另外就是报考方法和技巧 只要你别太贪婪 又想大学好 又想专业好 还不想浪费分 那么最笨的方法和技巧 就是最好的方法和技巧 如果你非要甘蔗两头田 那么无论你学多少技巧 最后一定还是焦虑的 因为你贪婪 这是我的一家之言 一己之见 供您参考 目的是希望您能迅速抓住主要矛盾 有个清晰的思路 这个比啥都重要 为什么给孩子报志愿 我都学了很久 但是还没学会呢 或者学的似懂非懂 就是不敢自己下手给孩子报 这期视频告诉你答案 一件事 简单也好 难也好 要想学会 就一定要先弄清基本概念 基本常识 基本方法 就和下象棋一样 不管您下的咋样 鞠马炮 您得认识吧 马走日 向走田 炮打隔山子 这个规则 您得知道吧 学习报志愿是一样 概念 名词 基本规则 先搞懂 否则脑子里永远是一团僵糊 今天我就把高考报志愿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 一口气全告诉你 请跟上我的节奏 从孩子考完试 到拿到录取通知书 大致要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由省招生办出分 进行省排名 划线 第二个步骤 由省招生办 把学生的电子答案 投往大学 这个是投党环节 第三个步骤 大学拿到学生的电子答案 进行专业录取 叫录取环节 录取工作结束之后 孩子就可以拿到录取通知书了 为了能让这条视频受益更多的人 点赞转发收藏 有理了 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模拟整个过程 比如 A B两个大学 今年想在毛省招生 A大学想招生五人 B大学想招生五人 这个省的招生办会根据A B两个大学的招生计划制定一个投党计划 比如计划给A大学投党六人 B大学也投党六人 高考结束后 省招生办会干三件事 第一 出分 第二 把全省考生的成绩进行一个省排名 比如 赵同学680分第一名 前同学676分第二名 以此类推 第三 画线 这条线怎么画 就是根据投党计划 今年计划投党12人 那么 就要把这条线 画在省排名第12名的魏同学这里 这条线在一个批次中经常被称为批次线 批次控制线 或者批次投党线 在不同批次中 这条线就是我们常说的本科线 一本线 二本线 或者专科线 这条线画好以后 省招生办会把魏同学的528分和第12名公布出来 这条线以前的考生将在本批次中获得投党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跟大家说 投党和录取是根据为此不是根据分数的原因 那么是不是获得投党机会的这12名同学都能被投上党呢 不一定 接下来模拟投党开始 细心的你可能会发现两件事 第一 为什么楚同学没被投出去 第二 为什么魏同学魏次比楚同学靠后 但是魏同学投出去了 楚同学没投出去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志愿没报好 像楚同学这样 分数过了批次线 但是答案没被投出去的情况 叫滑挡 在投党环节 有的大学就能按照计划完成投党 而有的大学就会比计划少一点点 因为有滑挡 投党结束后 我们发现魏同学在A大学里面分数最低 陈同学在B大学里面分数最低 于是528分和556分就分别成为了A大学和B大学的最低投党线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说只有投党结束后才知道大学的投党线的原因 接下来就是录取环节 录取环节是大学把已经投党来的同学根据志愿分专业 我们假设A大学只有一个专业 在录取环节 在录取环节 赵 钱 礼 正 魏同学都被录取了 只有冯同学没有被录取 你可能很纳闷 为什么魏同学分数比冯同学低 但是魏同学录取了冯同学没被录取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志愿报的不好 那么冯同学没被录取怎么办 退党 也就是答案退回省招政办 出现滑党或退党的同学在本批次就只能等待征集志愿了 如果征集志愿还没有被录取 在这个批次就落榜了 如果赵钱李政卫这五位同学 其他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就会被A大学正式录取 魏同学在A大学这个专业里面分数最低 于是魏同学的528分 就是这个大学这个专业的专业录取线 如果魏同学恰好也是A大学录取的所有同学中的最低分 那么魏同学的528分也就成为了A大学的大学录取线 最后总结一下 批次线 大学投党线 大学录取线 专业录取线 滑党退党 这些名词和概念将在报志愿过程中频繁使用 如果没彻底搞懂 你将很难学会报志愿 也不会爆出一个好志愿 考大学最怕啥 最怕本科变大专 大专变落榜 那么除了分数原因 还有什么事能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呢 调剂 别看你分数过线 调剂没证明白 就容易落榜 不管你对调剂了解多少 这期视频都会对你有所帮助 我先说一下调剂存在的底层原因 大学里面一直有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 热门好就业 冷门不好就业 除非你在1996年之前就大学毕业 那时候国家包分配 高低贵贱 总能给你安排一份工作 但是 不包分配以后 冷门专业没人报 你总不能让这些教授失业啊 而且这些学科和专业 对于家庭的小算盘来说 算冷门 但是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 还是必须要有的 那招不够人怎么办 调剂 我上大学时 就和一个学考古的同学聊天 你咋喜欢这个 老兄摇摇头 调剂来的 而且更要命的是 几乎所有的调剂 都不会事先征求你的意见 完全由学校决定 很多家长说 那我就不服装调剂不就完了吗 别抖机灵 规则设计者会让你钻空子吗 在一个录取批字中 你家孩子的档案只投档一次 不录取就退档 没有第二个选项 当孩子所有专业都没录上 服从调剂 是这个批次不落榜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本科和专科的区别 是专科和美考人大学的区别 我问你敢不敢不服从 你说这就是典型的霸王条款啊 这个你别杠考大学就是这样 命运是把杀猪刀动不动就给你一刀 那你说有没有没有这个选项的志愿 还真有 开始拉仇恨 有一种志愿形式叫专业加院校 专业在前院校在后 你可以添几十甚至上百个这种志愿 录取时 一个专业一个专业从上往下看 你够上哪个专业就是哪个专业 没有调剂一说 除非这几十个上百个专业 一个都没录上 那对不起了 你得滑档 你说这个规则好 书是蒋武德 投胎可是门学问 除非你在辽宁 河北 山东 重庆 浙江 这五个新高考省份 否则 其他省份的考生 还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感觉仇恨的 点个赞 别着急 这事没那么简单 你觉得你必须要踩 服服从调剂这个坑 不公平是吧 其实这五个省的家长也不省心 因为没有不服从调剂 就退党的威胁 是不是大家都愿意 往热门专业上冲冲冲 你要知道这五个省也是从最近一两年才开始这种玩法的 我问你规则大改之后之前的录取分数线还敢不敢参考了 报纸院是博异 和炒股票一样 赢家是别人疯狂我恐惧 别人恐惧我疯狂 你敢和别人一起疯狂吗 还有更深一层的危机 这五个省如果长此以往 省那些院校的冷门专业咋办 只招上来几个人 小班教学吗 这些事业边的教授咋办 去当说法师老大爷吗 不知道 我只是一个推演 目的是分享一个道理 甘蔗没有两头甜 无论是调剂还是不调剂 无论是新高考还是老高考 都是一体两面 有好有坏 唯有参透规则 才能游人犹豫 最后话重点 这些省是有调剂的 请务必谨慎对待 自己看表格对号入座 我躲远点 你家孩子考大学 居然还要被减分录取 还有这样的坑吗 是的 有些大学在录取环节 需要不停减掉学生的分数 如果你不想踩坑 花几分钟 听我给你讲透 之所以要减分录取 是因为这些大学 采取的是专业极差的录取方式 那么什么是专业极差 理解起来有点烧脑 据说难度细数 五颗星 请集中注意力 跟上我的节奏 专业极差 有的人说 就是你的档案 被投到大学以后 大学开始录取 假如你在这个大学 报了四个专业 第一个专业没录取你 不好意思 总分减掉两分 扔到第二个专业 第二个专业没录取你 不好意思 总分再减掉两分 扔到第三个专业 以此类推 比如这个例子 西红市大学的A专业 录取分数线562分 B专业分数线559分 C专业分数线557分 小明以560分的高考成绩 报考了西红市大学 三个专业分别是A B C 专业急差录取正式开始 小明的第一个专业志愿 A专业 成绩低于分数线 录取不了 小明的第二个专业志愿 B专业 这时候需要减掉两分 是558分 仍然低于分数线 录取不了 小明的第三个专业志愿 是C专业 这时候需要再减掉两分 成绩变成了556分 仍然低于分数线 录取不了 你说这挺好懂的呀 一点都不烧脑 就是觉得有点不公平 凭啥又不断的扣分呢 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解释 专业急差的 似乎很容易懂 但是实际是错的 为啥是错的 在录取环节就根本没有专业分数线 专业分数线是在录取工作结束之后统计出来的 如果有录取分数线 各大学为什么不在录取工作之前 就把这个分数线公布出来 害得你还要查往年的数据 停下来想一秒 是不是这个事实 所以这个例子从根上就不成立 对不对 那么专业急差到底是咋回事 给你证解 希望看到这里的你 点赞转发 让这个正解能帮助更多的家庭 请看例子 西红柿大学在毛省招三个专业 A B C 每个专业各招一人 采用专业急差的录取方式 第一个专业没路上减两分 第二个专业没路上减两分 第三个专业没路上减零分 省招生办给西红柿大学 投党了四个人 分别是张王李赵 这是他们的高考成绩 这是他们填报的专业志愿 接下来我们用专业急差的方式开始录取 把A B C三个专业的坑填满 我们分别把张王李赵按照高考成绩从高到低排一个队 已经排好了 张是第一名 于是张开始先挑专业 张的第一志愿是A专业 有坑 站住 接下来是王 王的第一志愿也是A专业 没坑了 于是开始启动减分操作 王的总分减去两分 并把第一志愿滑掉 然后开始重新排队 王减掉两分后变成576分 重新排队后 顺序变成了这样 这时候就有李先挑专业 李的第一志愿是B专业 有坑 站住 又轮到了王 王的第二志愿是B专业 又没有坑了 于是又启动了第二轮的减分操作 王再减掉两分 总分变成了574分 同时滑掉B专业 重新排队 这时候赵又排在了王的前面 由赵开始先挑专业 赵的第一志愿是C专业 有坑 站住 然后又轮到王开始挑专业 第三志愿C专业 没坑了 于是要看王是否服装调剂 这才是专业急差录取的全过程 看不懂没关系 反复看肯定懂 参照分数清理解效果最好 总结一下 专业急差是介于分数清和专业清之间的折中录取方式 录取方式接近分数清 但是也考虑专业志愿顺序 分数高的人占便宜 同时专业志愿靠前的也占便宜 现在就看懂的你真的不是一般人 不要害怕专业急差 懂了这些规则 报以下大学就不会踩坑了 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挑你大学 今天我用一句话来告诉你 大家看这条蓝色线段代表高考分数 从零分到750分 而每一条绿色小线段呢 代表着一个大学 上面的点是这个大学最高的录取分数 下面的点是这个大学最低的录取分数 我们把各个大学最高录取分数 从高到低排一个队 就是大家看到的这样 这把尺子就是咱们孩子的高考成绩 红线穿越的线段 就是咱们可以报考的大学 咱们就应该在这个范围 那个孩子挑选大学 怎么样是不是一句话就明白了 秒懂的点个赞 如果红线穿越的线段有十个 你可选的大学就是十个 如果红线穿越的线段是一百个 你可以选择的大学就是一百个 以此类推 那么一般情况下分数一出来 可选的大学有多少呢 高分段考生可选的大学有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 中低分段的考生可选的大学 有二三百所甚至更多 为了选择好心仪的大学 明智的同学和家长应该早做准备 我们国家现在有三千多所高校 只要你成绩过线 适合你的大学至少要上百所 除非你打算抽签选择 否则不要等到高考成绩出来后 再去了解这些大学 会手忙脚乱 这件事家长一定要帮孩子去做功课 让孩子集中精力 去提分 你说高考成绩没出来 我怎么知道这条线卡在哪里 方法还是有的 关注我 我会在后期的视频里继续分享如何选择大学 考大学选专业真的不容易 我特别理解很多家长 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 吃再多苦挨再多累 只要孩子有个好前程 就比什么都高兴 尤其疫情都闹腾三年了 很多人都很难 都在咬着牙坚持 孩子马上高考了 怎么选专业 也许还在犹豫和考虑 我说说我的看法 看看对您是否有点帮助 首先帮孩子选专业呢 我认为就是帮孩子选一条 安身立命的路 大学跟你四年 而专业跟你一辈子 像咱们普通家庭 给孩子选专业 就要把未来就业和职业发展 放在首位 你说钱多到几辈子花不完 孩子上大学就是为了陶冶一下 这样的家庭能有几个 所以呢 咱们选专业要务实一些 无论孩子毕业了进企业 进体制内还是考研 咱们帮孩子选的这个专业 不能让孩子觉得越走越难 越走越没出路 是不是 可是你说像咱们这个年纪的父母 上过大学的是少数 自己平时的工作也好 社交圈子也好 真的没有那么多机会 去了解哪些专业好 即便有所了解 也是很皮毛很肤浅的 其实我也一样 我是93年上了大学 学的计算机 这么多年过来 除了对计算机专业 还算有点了解 但是对其他专业真的不敢说了解 一共700多个专业 一个人一辈子能干过几个行业 所以我不太相信 有的人说特别了解所有的专业 但是你说 有人能把一些书籍和材料上对专业的介绍说得很溜 这个我信 你看这样的书我也有 就是几百个字 就把这个专业以及未来的发展能说清楚吗 就一定对吗 我不知道您怎么想 反正我不会仅仅看一段文字介绍 就帮孩子选定一个专业 如果我帮自己的孩子选专业 我会这么选 第一 要符合孩子的性格和特长 不要追热点 学别人 也不要家长一直过强 孩子不是那块料 就别硬贴 最后孩子不喜欢或不合适 遭罪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 家里面如果有些资源 孩子学这个专业能借上力 只要孩子不抵触 我建议选 现在就业不乐观 第二 要根据孩子的分数 调整自己的心态 谁都知道分数高 大学和专业的选择余地就大 如果孩子成绩一般呢 咱们就调整一下预期 因为你选择的面 肯定就小嘛 尤其是很多热门专业 不管是啥大学 分数都要高一些 这时候别较劲 就在咱们能选的范围里 尽量调好的 第三 选专业可不敢只听 别人说几句好 或者看几行专业介绍 就盲目定下来 一定要多方面搜集信息 最好能和学过 这个专业的人聊聊 和这个行当里的人聊聊 如果他们肯说真话 那么他们的意见 才是最具参考价值的 这里我一定要特别强调一点 您可千万别紧看 这个专业的名字 忘闻生意 啥都不知道 就给孩子报专业 到时候踩坑后悔都来不及 第四 以上都是从孩子就业 和职业发展的角度说的 这是一个横向选择的思路 那么纵向 就是我把专业方向都定好了 那么到底 哪个大学的这个专业好呢 我给您一个免费的网站 叫中国学位与研究生信息网 视频的结尾有网址 里面有第四轮学科评估的结果 同一个专业 哪个大学的好 您一看就懂 不用我多说 总结一下 选专业要学会做减法 不适合孩子的 孩子分够不着的 自己不了解的 都去掉 然后在剩下的小范围里 好好挑挑 其实这样一波操作下来 选起来就没那么焦虑了 您说呢 考大学选专业 真的不容易 我特别理解很多家长 自己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为了这个家 为了孩子 吃再多苦 挨再多累 只要孩子有个好前程 就比什么都高兴 尤其疫情都闹腾三年了 很多人都很难 都在咬着牙坚持 孩子马上高考了 怎么选专业 也许还在犹豫和考虑 我说说我的看法 看看对您 是不是有点帮助 首先帮孩子选专业呢 我认为就是帮孩子选一条 安身立命的路 大学跟你四年 而专业跟你一辈子 像咱们普通家庭 给孩子选专业 就要把未来就业和职业发展 放在首位 你说钱多到几辈子花不完 孩子上大学 就是为了陶冶一下 这样的家庭 这样的家庭能有几个 所以呢 咱们选专业要务实一些 无论孩子毕业了 进企业 进体制内 还是考研 咱们帮孩子选的这个专业 不能让孩子觉得越走越难 越走越没出路 是不是 可是你说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父母 上过大学的是少数 自己平时的工作也好 社交圈子也好 真的没有那么多机会 去了解哪些专业好 即便有所了解 也是很皮毛很肤浅的 其实我也一样 我是93年上了大学 学的计算机 这么多年过来 除了对计算机专业 还算有点了解 但是对其他专业 真的不敢说了解 一共700多个专业 一个人一辈子 能干过几个行业 所以我不太相信 有的人说 特别了解所有的专业 但是你说 有人能把一些书籍 和材料上 对专业的介绍 说得很溜 这个我信 你看这样的书我也有 就是几百个字 就把这个专业 以及未来的发展 能说清楚吗 就一定对吗 我不知道您怎么想 反正我不会仅仅看一段文字介绍 就帮孩子选另一个专业 如果我帮自己的孩子选专业 我会这么选 第一 要符合孩子的性格和特长 不要追热点 学别人 也不要家长一直过强 孩子不是那块料 就别硬贴 最后孩子不喜欢或不合适 遭罪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 家里面如果有些资源 孩子学这个专业能借上力 只要孩子不抵触 我建议选 现在就业不乐观 第二 要根据孩子的分数 调整自己的心态 谁都知道分数高 大学和专业的选择余地就大 如果孩子成绩一般呢 咱们就调整一下预期 因为你选择的面 肯定就小嘛 尤其是很多热门专业 不管是啥大学 分数都要高一些 这时候别较劲 就在咱们能选的范围里 尽量调好的 第三 选专业可不敢只听 别人说几句好 或者看几行专业介绍 就盲目定下来 一定要多方面搜集信息 最好能和学过 这个专业的人聊聊 和这个行当里的人聊聊 如果他们肯说真话 那么他们的意见 才是最具参考价值的 这里我一定要特别强调一点 您可千万别 仅看这个专业的名字 忘闻生意 啥都不知道 就给孩子报专业 到时候踩坑后悔都来不及 第四 以上呢 都是从孩子就业和职业发展的角度说的 这是一个横向选择的思路 那么纵向呢 就是我把专业方向都定好了 那么到底哪个大学的这个专业好呢 我给您一个免费的网站吧 叫中国学位与研究生信息网 视频的结尾有网址 里面有第四轮学科评估的结果 同一个专业 哪个大学的好 您一看就懂 不用我多说 总结一下 选专业要学会做减法 不适合孩子的 孩子分够不着的 自己不了解的 都去掉 然后在剩下的小范围里 好好挑挑 其实这样一波操作下来 选起来就没那么焦虑了 您说呢 考大学是大学挑学生 还是学生挑大学 这不是废话吗 难道还是学生挑大学 可是高考招生录取的 其中一个环节 还真是学生挑大学 有点颠覆认知吧 我来揭晓真相 孩子高考成绩550分 过了本科线20分 但是最终没上去本科 那就是出现了滑党 或者退党两种情况 对于一个高考家庭来说 这是一个不小的灾难 孩子十年寒窗苦读 如果再复读一年 更苦 那么怎么能在志愿填报中 尽量避免滑党和退党的发生呢 办法有一个 就是把平行志愿的投党规则 彻底搞清楚 是不是有一些一脸懵 啥叫平行志愿 啥叫投党 还有你刚才说的 什么学生挑大学 今天我就花点时间 把这个问题讲透 还是有点烧脑 您有一点心理准备 家长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 报志愿是容易踩坑 我们用一个一看就懂的小例子 解释什么叫平行志愿投党 请跟上我的节奏 假设毛省本科线530分 过线的学生一共10个 而且这10名同学 已经在教育考试院 按照高考成绩排好了位次 只有三所大学在该省招生 教育考试院分别给三所大学三个三个两个投党指标 啥叫投党 就是把包括高考成绩在内的学生电子档案投递给大学 供大学录取时使用 投党是录取工作的前一步 没有投党肯定无法录取 投了党才有机会录取 科不结束 同学们按照教育考试院的统一要求 每个人报了两个志愿 考试院一声令下 假同学你先挑选大学 为什么是假先挑 假的位次第一有优先权 假的第一志愿报的是A大学 假来到A大学一看 有坑站住 然后是以 以的第一志愿还是A大学 有坑 以 站住 丙的第一志愿仍然是A大学 有坑 站住 轮到丁来挑大学 丁的第一志愿是A大学 但是已经没有坑了 丁的第二志愿是C大学 有坑 站住 物 物的第一志愿B大学 有坑 站住 己 己的第一志愿A大学 没坑了 第二志愿B大学 有坑 站住 庚 庚 庚的第一志愿A大学 没坑了 第二志愿C大学 有坑 站住 新 新的第一志愿A大学 没坑了 第二志愿C大学 没坑了 于是新 滑等 人 第一志愿B大学 有坑 站住 鬼 第一志愿B大学 没坑了 第二志愿C大学 没坑了 于是鬼也滑等 这就是我模拟的平行志愿投党的全过程 是不是相当于学生排着队挑大学 你说平行志愿投党真的如此吗 真的 只不过考生和大学数量众多这个过程由计算机完成 但本质上就是学生排着队按照志愿挑大学 坑都站满以后各大学的投党线就出来了 懂了的点个赞 大部分省份的本科批都是平行志愿投党 具体要看本省教育考试院的招生工作计划 做个小节 以下是重点 按照分数排位次 按照位次去投党 就是分数优先原则 如果某一个志愿的大学坑满了 就顺序的检索下一个志愿的大学 叫遵循志愿 一个考生只投党一次 叫一次投党 像心和鬼没投上党 叫滑党 搞懂了这个规则 才能让我们尽可能规避滑党的坑 但是如何规避退党的坑呢 下期视频告诉你 别滑走 有好东西给你 今年的高考马上就要来了 很多家庭都在为孩子的填报志愿做准备 可是招生信息大学信息专业信息 要到哪里去找 现在虚假信息那么多 万一上当受骗就把孩子坑了 今天我来分享一个 不花一分钱就能找到靠谱信息的方法 这个网站叫阳光高考平台 是教育部主办的官方高考网站 如果你想了解大学 了解专业 了解各大学的招生计划 就一定要来这个网站 为啥 最权威 唯一官方指定 这上面的院校信息专业信息招生信息 都是经过教育部门审核过的 百分之百靠谱 识别是不是野鸡大学 就要到这里边查 这里边的肯定不是 外面的不好说 您觉得这就完了吗 没有 还有福利 您一定知道和您孩子高考 息息相关的一个重要部门吧 那就是各省直辖市的教育考试院 俗称省招生办 高考的查分志愿填报录取 都要和省招生办打交道 您一定要随时关注您所在的省或直辖市的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最新信息 可是到哪去找呢 你把阳光高考平台首页滑到最底部 看到没有 31个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方链接都在这里了 您根本不用寄网址 点一下直接就进去了 您觉得这就完了吗 没有 福利继续 要报哪个大学 先要了解一下这个大学吧 还是这个阳光高考平台 在院校库栏目 除了有学校简介 一般还会有一个学校官网链接 点您去 直接跳到学校官网 根本不用您去百度搜索 这回总完了吧 仍然没有 福利继续 还是这个平台 打开专业知识库 这里面有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规模 男女比例 以及大学生对这个专业的评价和打分 您也知道高考报纸院选专业业 其实是一件博弈的事 如果大家都涌向一个热门的专业 不但录取线会提高 毕业后找工作 也会有更多的人竞争 所以想抱好志愿 不但要看自己的牌 还要看别人的牌 这个道理您一定要明白 听懂的 点个赞 一个网站入口 一揽子解决您很多问题 够意思吧 高考即便是相同的分数 在全省的排名也是不同的 这你就不服了 凭啥 那我告诉你平时我今天高考考了555分 敢不敢报上一年录取分数段 在580分到545分的大学 答案是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每年高考题目的难易程度不一样 所以高考成绩的整体水平会上下有浮动 如果你想参考往年的某个大学的录取分数段 就一定要把当年的高考成绩进行一个转换 也就是说要把今年的高考分数转换成你要参考的那一年的高考分数 怎么转换呢 用等位分法 我来给大家用一个一看就懂的例子 演示一下 比如您家孩子2022年的高考成绩是555分 省排名55996名 结果一查2021年的一分一段表 发现55996名对应的成绩是545分 那么这个545分 就是2022年555分折算成2021年高考成绩的等位分 报考时 我们就要用545分这个成绩去参考2021年各大学的录取分数段 其他年份的等位分算法道理完全一样 所以你用今年的成绩直接往往年的分数段上套是有误差的 要么浪费分 要么报高了 没路上 所以这个转换你一定要学会 可是你说一分一段表可不是你说的这样 555分的孩子有1000多个 你怎么就能精确的说是55996名呢 能问出这个问题的都是好家长 给自己点个赞 我这不是用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快速讲懂吗 一分一段表中同分数的孩子有很多 尤其是500分左右 差一分就有可能差出去1000多名 高考即便是相同的分数 在全省的排名也是不同的 这你就不服了 凭啥 那我告诉你凭啥 为什么无论新高考还是老高考语书外都是主科 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 如果高考总成绩相同 省教育考试院会分别看语书外的单科成绩 理科生数学成绩比较重要 文科生语文成绩比较重要 两个理科生总成绩相同都是555分 但是甲数学110分 乙数学105分 那不好意思 甲的省排名要高于乙 录取时甲比乙先挑选大学 懂了没 赶紧告诉孩子一定要重视主科的学习 到时候管用的 咱们再说回正题 既然一分一段表上555分 对应了一个未次段 比如55996名到56789名 那么如何精确的换算成往年的等位分呢 后期视频我来分享方法 考大学是按照分数录取的吗 这不是废话吗 难道不是吗 不是 如果你按照孩子高考的绝对分数给孩子报志愿 那你就错了 这是一个报志愿一定要搞清楚的认知 今天我花点时间给您讲透 稍微有点烧脑 您有点心理准备 每一年的高考录取工作结束后 大学都会公布一个数据 就是这所大学的最高和最低录取分数线 比如A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最高580分 最低540分 您孩子高考550分 上了这所大学 正好处于最高和最低录取分数线之间 您就觉得大学就是按照分数录取的 没毛病啊 但是我告诉您您看到的是假象 大学并不是按照分数录取的 而是按照位次 这个位次是您孩子的高考成绩在全省的一个排名 比如全省有30万考生 把30万考生的高考成绩 从高到低排一个队 您孩子在队列中的位置就是位次 这个位次您可以在一分一段表里查到 真正决定您孩子是否被某一所大学录取的关键因素 是这个位次而不是具体的分数 还是有点晕是吧 我来讲原因 每年的高考试题的难度是不同的 提难一点 整体的高考成绩就会低一些 提简单了 整体的高考成绩就会高一些 也就是说高考成绩每年都会上下浮动 而一所大学录取学生的水平是相对固定的 我举个例子 清华北大就是掐件 每年录取各省前100名左右的孩子 如果这一年高考特别难 您孩子就算只考了600分 但是全省第10名 放心清华北大随便挑 其他大学也是一样 每一年相对固定的录取成绩处在某一层的学生 比如咱们把学生的高考成绩分成10层 有的大学就录取第5层的学生 而另一些大学就录取第6层的学生 那么怎么理解这个词呢 其实就是省排名 比如某一个大学每年相对固定的录取 省排名在5000到15000名左右的学生 投档的时候其实是根据排名 只有录取工作结束了 才统计出录取的最高分和最低分 这也是为什么大学只有在录取工作结束之后 才公布录取分数段的原因 这回有点明白了吧 懂了的点个赞 但是没有大学当年的录取分数段数据 我怎么知道我的分数 能不能被某一个大学录取呢 这就要参考这所大学上一年 乃至前几年的录取分数段数据 如果你听懂了上面的道理就会知道 不能把孩子今年的高考成绩 简单的和去年的录取分数段进行比较 而是要进行等位分转换 尤其是疫情期间的高考 成绩浮动可能会更厉害一些 所以您必须要学会 关注下期视频分享如何进行等位分转换